亲爱的频道订阅者和观众,大家好,维塔利,索科洛夫与你同在,该视频只在帮助你找到有关Pascal,Objects Pascal或Delphi,Free Pascal,Lazarus,Kylix,MSCIDE,Pascal ABC,Turbo Pascal,TurboDelphi,Micro Pascal和其他编程语言和环境的编程专业书籍,所有这些语言和方言都基于帕斯卡语言,因此为一种语言提供的信息在很大程度, 和其他语言相关,花了很多时间寻找所有这些书,因此,请在视频下方点赞支持此视频并订阅频道,这将有助于渠道的成长和发展,如果你知道此视频中缺少任何其他书籍,或者你在此视频中发现错误,请在视频下方的评论中写下,让我们互相帮助寻找有用的讯息和纠正错误,目前,藏书包括1200多本书, 这些试源书,他们的翻译和再版,分为发行年份,该系列包含来自不同大陆和国家的作者的不同语言的书籍,在这个大会中,你可以找到来自美国,英国,俄罗斯,德国,中国,日本,瑞士,法国,意大利,西班牙,葡萄牙,韩国, 澳大利亚,乌克兰,白俄罗斯,哈萨克斯坦,波兰,印度,巴西,土耳其,捷克共和国和其他国家, 如你所见,帕斯卡及其方言几乎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流行,并且以你方便的语言找到有关他们的文献应该不难, 如果在你的语言中没有关于所需主题的书籍,请尝试搜索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此类书籍,你可以使用在线翻译器翻译这些书籍的内容,有些书是付费的,你需要购买,有些书是完全免费分发的,从图中可以看出,出书数量最多的是90年代,之后略有下降,近年来,关于帕斯卡语及其方言的新书数量再次逐渐增加, 在互联网上找到这些书并不难,使用方便的搜索引擎,例如Google,DuckDuckGo,支持用户匿名,Yandex,Yahoo,Bing,Badio,Ask,Ekai,Likos,Ortovista,Mail,Rambler,Meta,或使用退就足够了浏览器,用方便的语言在搜索栏中输入正确的书名,然后会为你找到包含这些书的必要页面,许多书籍仍然可以在网上商店和普通街头商店 以印刷形式购买。在视频下方的说明中,你将找到符合说明的最新书籍列表,你可以通过暂停视频来重写监视器屏幕上的其余书籍。 如果可能,请尝试阅读尽可能多的新书,他们可能会针对添加的新功能和所做的更改进行修改,但旧书中的信息在许多方面仍然与今天相关,因为Pascal语言在更新时试图留下对旧功能的支持。 除了特定语言的专业书籍外,我还建议阅读有关操作系统和平台,图形和其他附和引擎的参考讯息和文档,由于所有编程语言都使用他们几乎相同,例如,调用相同的减数并传递相同的参数,阅读开放项目的原代码也非常有用,例如,在各种存储负重,从他们那里,你不仅可以了解某些事情是如何完成的, 还可以学习如何正确格式化你的代码,这就是我的全部,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如果是这样,请竖起大拇指,订阅频道并发表评论,这对频道很重要,祝你编程好运,下个视频见!